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期待 待会我们有三位的讲者 那我们回顾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议程呢 是因为在大概2020年左右 台湾从韩国的这个恩浩房事件的启发 那开始有一个修法的契机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数位性暴力 它其实从网路有开始的第一天就发生了 但真的能够做到修法 一连串这样子推动的流程 还有后续我们修完了也要执行 那这一整串的过程 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 我们从个案的发生 一直到法律的修法 还有到后续要怎么样去执行 其实都是一个慢慢的长路 也是这几年才真的很圆满的 相对比较圆满的发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 长期生耕在这个数位性暴力议题的专家 那三位会跟我们各分享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分享完之后呢 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一个热烈的讨论 所以欢迎大家善用这个slido 那跟我们做一个交流互动 那我等一下呢会先邀请这个台北市妇女 救援基金会的执行长英秋 那他同时也有这个社公司的身份 带我们了解这个数位性暴力威胁的成因 那还有被害人的处境 以及我们是怎么样子跟政府官员去对话 不管是修法还是反映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的状况 还有跨国案件现在是怎么样子被救援的 所以第一个会是从相对比较被害人的角度 来了解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邀请到 同样也是司改会的副执行长明秋 来分享这个数位性暴力司法联访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社会如果有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用专法来解决 就是我们多修一个法 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就修法即可 那但是因为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是同时修了四部的法律 从刑法这样一路修下来 就是一个很复杂 而且有大量的飞行力组织 还有政府甚至立委 还有学者去沟通之后的结果 就是还我自己说觉得蛮不容易的 对虽然我有参加过一点点的部分 但是真的做了最多的是 今天有来开跟大家分享的各位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部分有什么兴趣的话呢 就是可以多多的去跟他们讨论这样子 就包括可能政治角力啊 就是GinnyV的社群 大家都习惯自己动手来做嘛 那可能我们不会第一时间要想到去跟政府求助 或者是请政府来修法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走修法派的话 可以再多问问名乳这个部分 那最后呢是我们邀请到由 卫生福利部成立的性影像处理中心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单位跟组织 好那得这个计划组成玉军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前面已经讲到这个法已经修完了 到底要怎么样执行 要如何去跟平台科技公司要求下架这些数位性暴力的影像 这样子比较一个后端跟实际落地的一个过程 就会交给玉军来跟我们分享他处理的这个甚至到封网封击的这个制度 好那最后就是我再重复的在我们听完这三位 英秋跟明如还有玉军的分享之后呢 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询问任何的问题 还有给我们任何的各式各样的建议 不管是要透过slido还是要透过麦克风的形式都很欢迎 好那我之后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就先交给英秋来帮我们做第一个部分的这个分享 谢谢 各位好我是妇女救援基金会堂英秋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主要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数位性暴力 数位性暴力在2020年之前 其实叫做侵害个人性使命影像 那当时其实又称为复仇式色情 那为什么叫复仇式色情 是因为很多的性影像是来自于很多的分手之后的一些暴富外流 那台湾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在101年的时候 101、102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水果日报还是存在的 那时候水果日报也有很多报导很多艺人性使命影像被外流的一些篇幅 那都几乎是以艺人为主 那当时复原会看到其实这是很新兴的一个犯罪议题 那就是我很久没发现 到这样的现象在报章杂志一直一直的延续 那延续之后而且篇幅越来越多 所以复原会在2015年104年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来提供服务 为什么提供服务 那对于有没有社工有没有专业人员来协助是没有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有发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104年的时候就开始开设业求助的平台 叫做匿名的求助网站 为什么是匿名的求助网站 因为很多人是不敢讲的 透过匿名的求助网站的 透过email来跟我们联系 那第二部分是透过电话把电话来联系 当然我们提供后续的服务 那服务主要是安抚个案跟个案 陪伴个案以外很大部分去告诉个案 它这些形象怎么如何去下架 那甚至有包含去跟Google 要如何去消除那关键字 很重要的 那这样的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104年到108年的时候 发现其实这个状况越来越多 而且没有资源没有法可以用 求助一直受困 那光是服务员会在服务其实是不够 因为你政策完全都没有去做处理 包含它如果是亲密关系的被害人 就所谓约会包吏的案量是更大的 刚刚跟各位讲 在之前在国际间 美国跟英国一些人 他们叫做复仇式色情 因为就是为了分手之后 在拍摄期间把他的性影像来散布 来寄威胁恐吓 然后要求复合或报复之用 所以叫复仇式色情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在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 有把未同居亲密关系暴力营修进去 可是它里面只有社工 跟可以申请保护力 可是其他完全都没有办法提供协助 所以后来发现法律相当的不足 除非你本身是耳哨性剥削的耳哨 性心态被害人 跟亲密关系暴力的使用 要不然其他完全没有法律可以使用 所以当时我们在107年 就开始找到专家学证 来理定了亲害个人性私密影像的条例 那时候草案办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办了公厅会 邀请父团跟儿团参加 那我们更办理了台湾就是唯一在办的 就是国际的数位性别包的研讨业 回去发现不止是台湾 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其实台湾的一些 可能关注度会比较少一点 那只要有西斗西亚西 或是儿童公约 那我们都会提出这个议题 当时不是很受到重视 那这个族群里面 其实很大的族群是在大学阶段 所以很多我们就进入学校 去做宣导 那也拍摄各样的 那个宣导的教育的影片之类的 那当时那个专法修出来之后 现在能够推动 那很可惜就是没有受到重视 那已经有立委来提案 可是一直没有重视 后来台湾这个事件 整个受很大的重视 在是韓国N号房 那韓国N号房爆发之后 台湾的各界 包含政府媒体 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当时在我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 已经发现 已经不是从亲密关系的 复仇性设计 加害了 已经转变成网友 或是其他关系 那亲密关系的 两兆式亲密关系的比例 是开始缓缓的下降 所以当时在提出来的部分 是希望把复仇式色情改成 变成数位 希望改成数位性暴力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改成数位性暴力吗 在复原会的实务里面 跟国外的实务跟研究里面 即使数位性暴力 它的性影像被威胁恐吓 被散布 他们的创伤影响 就跟性侵害 发生性暴力 性骚扰新闻线的被害 是一样的 有急性的创伤压力 有PTSD 也有CPSD 就是创伤性压力之后的反应 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会期待 要转变台湾的一些 对这一群被害的 一些案件的看法 所以把它转为数位性暴力 当时我们有游说政府立委 还有说计专法 那时候我在提出来的时候 非常的辛苦 甚至我们在 就是在跟一些沟通的时候 有会跟我说 你要求业者把它下架 网络业者再下架 是不是侵犯人家的言论自由 那我就说为什么是侵犯言论 你网络业者或POLER 未经同意把人家性私密影像上传 去散布 这就不是侵犯人家的自由吗 那后来讨论到最后一期 大家就比较可以接受 我要求我的性影像 从你的网站下架 非法性影像从你的网站下架 有什么错 那你竟然又说 这是侵犯他们的言论自由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台湾没有侵害个人的性影像的 相关的法律的权益 因为只能用散布猥亵物品罪来办理 所以那这样大家就可以明白看到 台湾当时是没有对于 他人侵害个人性知主权或性影像权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规范的 所以当时有很大部分在游说这一部分 那为什么会希望设专法 因为专法是因为可以针对 别人管报都可以管到 更重要是针对媒体业者的一些的要求 跟法律的一些制定的部分 那这是就是把所有问题 都集中在一个法律 所以你所有的被害的 所有样态是都可以涵刮在里面 那当然也有包含成人跟未成年的部分 可是那时候政府学者 其实所以专法可能会跟其他 法律禁合 即使要设专法 你的刑法也要先修 因为刑法要先修就是性影像罪 那你刑法没有修后面其实是很难修的 所以当时就就是会 他们会认为说太多专法 而且又之前已经有跟踪骚扰防治法了 所以认为不要那么多法 所以后来就提出刑法 性下犯罪防治法 耳少性剥削防治法 跟犯罪被犯的权益保障法的一些修法 那当时家庭保障防治法还没有修 因为比较后面 那时候在修法的时候 只有处理拍摄录 强暴 胁迫 拍摄录 未经同意 重置 散布 可是并没有人针对 并没有任何法条是针对行为人 持有未被散布的被害的影像 来威胁恐吓进行性勒索复合或报复的样态 有任何的一些 就是没有放在这个 性影像与不实的罪障里面 所以意思 如果你的性影像被拿去被威胁恐吓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 你可以主张刑法的威胁恐吓罪 可是抱歉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社工跟资源的服务 因为这些没有办法进入 那个犯保法跟性下犯罪防治法里面 因为这个不属于范围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服务里面有事成 它的性影像是处在威胁恐吓 而且是没有被散布的 这是一个 而且是 第二个是我们也有事成的比例 是被诱骗来提供的 或是在亲密关系 它是以爱之名诱骗来提供的 这个叫做自愿提供 所以在自愿提供的情况之下 就没有所谓的强迫 或是未经同意来拍摄录的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自愿 所以刚开始这个法是排除这一部分的 第二部分犯罪犯保里面的保护命令 当时会有保护命令是因为我们期待在性下犯罪防治法 应该要比照家庭保护防治法要有一个保护命令 那可是因为跟中稍的防治法已经有保护令了 所以在政府在跟学者讨论之下 认为是说那扩大整个范围到犯保法里面有一个保护命令 我们期待的是保护令 可是后来变成保护命令 你们知道差异在哪里吗 保护命令一定要提告 才可以申请 保护令不需要提告刑事案件 它只要它是民事案件 本人就可以申请 可是保护命令一定要透过检察官才可以申请 或检察官的主动核发 叫做刑事的保护令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刚好在服务过程的复原会就提出来 数位信号的循环图跟数位信号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那再讲就是刚刚跟各位讲 当时在修法的时候 主要在这个事法里面 那刚刚跟各位讲 因为缺乏被加含已持有同意被拍摄 被诱骗的性向 威胁恐吓的样态跟条文 所以到时候会有一大群人 可能将近到三分之一的 是会被这些法来排除掉 除了刑法的威胁恐吓罪以外 那其他都会被排除掉 那犯保护法里面的保护命令 刚刚说有被排除 所以还有一个部分 你要符合羁压条件 才可以释放跟替代性 所以他是有条件去要求去申请的 不是大家想 只要怎样都可以申请都可以 那当时有争议的部分是说 儿少比成人 其实他更脆弱处境 这是真的 可是成人的性失明影像下架 比儿少是相当的困难 相当的困难 所以当时包含是说 要求业者能够下架 把它放入法律的时候 也争执了很久 那甚至他们觉得说 那个因为他是成人 其实是不需要太大的一些保护 可是你知道吗 成人被散布的非常可怕 影响是相当大的 所以当时对这一部分 有很大的一些 没有纳进去法律 那我们在实物当中 其实被害 因为他的被威胁恐吓 如果各位有看人选之人 就知道 里面的女主角 被他的前老师 前雇主拍摄性失明影像被威胁恐吓 造成的一些相关的影响 我们服务的被害人都有 那另外一部分是被散布之后 他影响是更大 因为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不然影响包含自身 身心自我影响以外 生活就业影响 很多不敢去学校 因为这样子不敢去工作 我们有被害人 他很多的学校跟同事都看过 那他怎么去面对自己 然后面对他人也指着异样眼光 就会影响到生情 那更多是影响到人际关系的部分 那很多的被害人其实是不敢讲 亲人朋友之间的冲突 或一些关系是更处理的 甚至有很多莫名的威胁骚扰 为什么莫名是这样 因为很多他在散布之后 他会有个资 个资之后他有FB IG相关的个资 所以这些拿到性影像的人 就会打电话给被害人 然后赖他或是match他 告诉他你有信一下 或告诉他 你也不错 那你要不要跟我约 或是威胁恐吓都有 所以各位知道 这一次的资深艺人的案件 为什么副委员会不断地告诉媒体 请你不要把某某的论坛 介绍太详细 因为介绍太详细的情况之下 等于帮他们宣传 那你在宣传的情况之下 让这些被害人的戏影片更容易找到 即使现在已经封网了 那台湾有没有封网找不到的 是有的 那可能你们为的是说 对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这个消息 这个状况多严重 可是各位不要想到 有一群人就等着 进去要去看这些戏影像 你们知道那个论坛 到后面 即使在台湾封网 有越来越多人会员加入 知道吗 会员加入的情况之下 他继续营业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有旧的被害人以外 会不会有新的被害人出现 是会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部分 因为会导致莫名的威胁骚扰 因为里面有不少是被害人各自 当然也没有被害人各自 那这些被害人其实很害怕恐惧被认识的人知道 他怎么去看 第二他有双重的指责 因为在台湾而言 很多的信价还是很保守的 那当你的信价被散布的时候 人家不会指责 这个被散布者 这个散布的人 或偷拍的人 人家是指责 你为什么不检顶 为什么被拍 为什么那种不小心 为什么要大力他 所以他面前是很大的内在的指责 还有他人的指责 台湾他的指责现在好一点 在2020年其实非常严重 有些被害人因为这样子 后来有轻身 甚至自杀 因为没有想象的那么勇敢 尤其被别人那种无情的指责情况之下 然后更可怕的是 他被威胁恐吓的一些焦虑恐惧恐慌 然后希望赶快能够扣住信价的部分 要命各自的信价会不定期的被散布 那即使我们希望很多Google里面关键字能够下架 可是Google关键字并不好下架 而且很多是不愿意下架的 我们曾经有申请过 他说你一旦下架很多连带 所以他是不愿意 可是因为不愿意下架 这个被害人 这个只要想看的人 譬如说如果我信价被散布的话 我只要Google打度音球 就会带出所有的资料里面就包含信价 那这就会影响很大 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倡议Google应该尽业者责任也是一样 那这是我们的数位信邦列循环图 被害人是反复收报 第一个是这些被害人有可能被诱骗 被偷拍摄合一群的 被这一个人合一群的 然后他们就把它拿来威胁恐吓 然后甚至就开始散布 境外境内线上线下散布都有 甚至这些人拿到之后就下载分享转传 之后网友第三人取得的时候 一样会对被害人威胁恐吓 一样会散布转传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 你怎么让它破除这个循环 就是在它被威胁恐吓的时候 你就要禁止 对方有些影像的时候就要禁止 一旦的上了网络 上了群组就非常困难 即使现在法律有严格 可是很多人还是说不知道 营修法 不知道这是犯法 然后告诉大家 我只是纯粹想分享 也有因为这样子影响 所以这些这是我们被害人 这些的话是他经常会问我们 我家人看到怎么办 我朋友看到怎么办 我怎样才可以把它下架 怎样可以拿干净 所以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部分 我们的被害人 因为后来就是起诉判刑 各位知道吗 他拿到赔偿金要做什么 要整形 为什么要整形 大家是因为希望让自己更美丽而整形 他是因为这个事件而要整形 希望别人认不出他来 那是不是非常的 很令人很难过一件事情 那可能散步人转传人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那我们在想 数位性暴力的形成因素 为什么 这是一个被害人 大家有看到被害人 被害人跟家人之间 这些人为什么要拿他的性影像 就是权控关系跟位置 那有些是交换 有些人因为说 因为你很爱我 你要证明你爱我 所以我要交换 情感的交换来提供 那这个被害人跟酸民 我们就是说 早期开始看到的时候 他开始在指责 一个性影像上传的时候 各位你知道 大家注重的是这个女体的一些状况 那而不是去指责这个散步的人 上传偷拍摄入的人 所以通常就会有指责 为什么指责 因为整个整体的社会偏见 包含艳女文化的部分 那一群人会指责 一群人会负责散步 那为什么会想散步 他就想看这个树人 窥视 这整个文化 色情文化 那么想去看这件事情 我有同时被害人 他是女性跟男性被散步 他们是一个情侣 可是影响最大的是谁 是女性 他到现在还是走不出来 好 那就会影响 那 我现在一分钟 再等我一下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 刚刚讲这样的影响 那复原会期到1010年到去年为止 我们的1160件 通是主动协助 我们没有接受政府转介 女性有八成 因为我们服务主要是成年人的部分 求助的年龄 也85%是成年人 儿少是5% 女性百分之88 有没有那个多元性别 有 也有 卫福部的统计里面 大家看到 110年 其实占了86% 去年也是一样86% 前年是六成 那 这是 就是影响处理中心的统计 等一下那个伙伴会介绍 也越来越多 可是各位知道吗 上面是愿意求助通报数字 有更多人其实没有被发现 尤其儿少 那数位性报纸系统修法之后 改善了非常的多 我觉得所有的 被害人系统都加入 尤其去年 家庭报纸防治法修过之后 系统改善更好 开始重视被害人吸引向前 所有被害人都有法可以使用 有专业服务跟资源可以使用 那每个人都是被 就是有意愿 得到意愿才愿意进入 而不是强迫进出去的 这是相当好的 有保护 也保护命令都可以 专业人员有比较多的教育训练 还在持续当中 业者因为这样子有一些概念 那也可以有封网 可是缺乏之后还有很多 有可能是我们后续还要继续 有关于被害人的部分 我们发现为什么他们 这一部分被害人或行为的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很多是缺乏数位身体移植权 他还认为这是数位的 好像影响不会那么大 另一部分是面临数位性报约的无力感 这个无力感我们只能告诉他怎么去因应 因为性影像被散布就没办法去做很清楚的去消除 这是比较辛苦的件事 对行为人就是那个加害人的部分 成人未有购买的行者 你知道这次这是一人的案件 大家只看到未成人九件 这七件相当严重 可是各位知道吗 有一百多件是成人的 这些人购买这个非法的性影像 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刑期跟罪责 那这些被害人在陷入无限循环的 数位的性暴力里面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不够的 希望未来能够去加强修法 另一部分很多法治教育是不足的 我们看到很多家喊说 我不知道这也犯法了 那更多是侥幸跟看好戏的心态 那分享满足个人私欲教度 那缺乏也缺乏数位身体隐私权 他也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可以的 那另一部分在防治网络里面 现在还缺乏跨国际跨县市的整合合作 尤其我们我会一直期待是说 可以跟国际来合作 很多的性影像是被设置在美国 其他国家的一些论坛 怎样拿都拿不下来的 那是不是这些国际的合作可以持续 然后让他们重视这个议题 那你会不会网络的一些教育要持续当中 你有很大的困难是加害很难找到 起诉定罪很难 为什么 因为网络业者他没办法 提供他的资料 加害很资料 那有可能他资料也是假的 那这部分要怎样去 未来要怎么去处理 这很大的 那很多境外 大多无法可管缺乏国际合作 还有缺乏网络管理的一些相关法律 然后刚刚跟各位讲 揭露真相跟被害很恶度上是很困难的 那媒体自律真的很难有强制力 即使我们一直呼吁说 可以拜托你们不要一直报导详细的资料 可是能有人一直报导 那我们被害其实非常的害怕 那怎么去做防治 因为我时间有到 所以也就是给各位参考 包含性质教育 包含怎么去一些网友 怎么去发挥友善路人甲精神 相当重要 网路公民是不是有一个素养的教育 媒体自律 还有被害人为中心的一些网路合作部分 法治教育是相当重要 那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影片之后 我们就换人 一分钟动画 你曾经使用过APP交友吗 那么你或许曾经经历过这些情况 数位网路的便利性 从APP认识人已经是常见的交友管道 但在发展亲密关系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多加留意 如果发现对方盗用他人相片 骗取你的信任跟你交往 或以任何名义诱骗 威胁 强迫你做出你不愿意做的事 例如 以爱之名要求拍摄性影像 这些不是尘埃 而是对你的权力控制 一旦对方取得性影像 日后可能进而对你进行性勒索或外流 甚至贩卖给他人观赏 在热恋中 我们容易因一时重温头 而答应对方不合理的要求 担心拒绝对方会造成对方不高兴 或提分手 而委屈自己的意愿答应对方 我们对于性隐私 身体界限的概念 大多停留在现实世界 但其实网路世界的身体界限 即隐私也同样重要 缺乏数位性隐私 与自我保护意识 容易落入性私密影像 被外流的风险之中 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 数位身体隐私权 那为什么会拍这个 因为现在APP交友越来越多 那我们的服务对象里面 其实网友已经占到很大一群了 所以对网友的部分 还要包含各种 APP的社交软体的部分 我觉得要特别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就拍了这个动画 来分享给各位 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其实都在网路上 都可以分享你的朋友之类之类 那我们会希望 其实科技业者对APP的一些开发的时候 其实也要付一点点的一些防范 或一些企业的一些责任 那就是如果一些实名制的话 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会比较容易找出这个加害人 那因为没有实名制 所以导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这个加害人 那对被他人的影响就相当大 以上分享到这里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那个民间司改会的李明路律师 我知道英秋会讲得非常详细 所以就是我今天准备的投影片 其实没有就过去修法的这个历程 在具细迷的跟大家说条文的细节 因为我知道今天开源社群也并不是非常多 就是法律从业人员参与 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是 我在接触这个性私密影像的议题过程中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知识都是跟副院会学习的 然后副院会第一线服务被害人的这些实际的经验 跟这些他们遇到的困境 才是这个修法最重要的精髓 那司改会能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民间司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就我们是一个做这个刑事司法改革起家的团体 比如说救死刑冤案啊或是监索改革啊 所以其实是一群刑事辩护律师组成的 那我们从头到尾都是比如说组成小组 然后透过修法的条文的草拟去游说国会之后 改变了台湾这20年来可能很重要的 就是对待刑事被告人权的方式 对那大家可以听到我刚刚讲了很多次被告或是辩护 这其实呢在刑事系统里头 跟被害人常常是有一点对立的 就是说检察官代表被害人去追溯犯罪 那律师跟检察官是在法庭里头 结抗的就是对象 然后律师协助被告去保障他的人权 那这个比较二元的对立的角色 其实在2020之后司改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年代的司法改革有不同的任务 那在2020年之后 其实司改会开始参与被害人权益保障的修法 所以去年的被害人权益保障修法 其实司改会是组成了一个平台 跟像复原会或是其他的社工团体开始 也重视在整个刑事司法程序里头 你除了看见被告的刑事辩护的需求之外 被害人这一方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系统 去面对这整个法律的流程 那当一个组织开始有一些平衡的时候 当然就是不同利益折充跟对话沟通的开始 那在这个就是范保开始做之后 我们也跟复原会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那也因为这个数位性暴力修法的迫在眉睫 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只是非常单纯的觉得 哦 这时候要修刑法了 那刑法 刑诉就是我们的专长 那我们就进来帮忙好了 那也确实这样因错阳差开始了一段 就是从大家看到的下面两个很重要的power 就是law跟power这两个中间的游说 我们加进去 那其实在数位人权的讨论里 因为今天特别是来G0V的场合谈 所以我知道就是整个数位人权的地景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 它其实不是只有law跟power 它可能也涉及到的是技术社群 它怎么样子去参与这个中间的角力 那必须说在私感会参与数位议题的过程中 我们技术社群的人偏少 所以其实在第一次2020 除了刚刚饭饱的这个动能正在发生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支线是 2020年的时候法务部公布了科技侦查法的草案 就是等于检警在侦办犯罪的时候 他们也希望使用更多的数位工具 来做到好的侦查效率 那甚至其实现在很多工具已经在使用了 只是他们没有好的规范跟法源 比如说M化车 他们其实有在用 但是法院可能会认定他们没有证据能力 所以他们非常急迫地在2020 希望立一个科技侦查法 所以当时私感会跟其他的律师工会 站出来反对 那大家可能会就是以比较素朴的观点 可能会觉得说 可以好好的侦破犯罪的工具 为什么不给检察官跟警察用呢 但是当时就是以律师团体 或是私感会这样子的团体的立场 就是认为说 你随便的没有配套的情况下 把一个很大的权利交给了国家 对于人民的隐私会有很大的侵害 比如说他们最想用的 到现在科技侦查法还没有过 他们最想用的就是木马 但是台湾有没有好的木马的监控方式 跟专职的单位没有 然后他们甚至说过了之后 还要有日出条款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技术要去哪里买 可能要跟以色列买 然后我们自己在做研发之类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一通过之后就立刻用 所以在这样不成熟的情况下 2020私感会是跟其他律师工会站出来反对的 那但是我们出来反对以外 我们就会对应的民间团体 一定就是开始想说 那我们也要来写我们自己的草案 或是我们要很负责任的让政府知道说 我们也不反对整体性的对于数位工具的使用 可是你要有好的配套 那我们当时确实就是有借重一些科技社群 或是其实是不同的科技公司里头的业者 包含平台网络平台的业者 里头认识的科技社群的人一起加进来讨论 所以私感会就在两个支线底下 慢慢就是在接触这个议题 就是一边是科技侦查法 然后也接触了业者 接触了科技社群 然后另一边是被害人团体 那在这样的交汇之下 我们确实在后面开始了有一些游说的过程 那个是一个前提背景 那但是回顾说私感会在整个游说的脉络底下 我觉得再往前推一点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们在2022年做这些司法联防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前面有非常多的累积 就是台湾在2012年到2016年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街头运动 当时其实我也还没有进到公民团体里头工作 就我当时还是学生 但是据这个前辈们的描述 就是当时你如果有一个想法 想要跟政府沟通 你其实需要非常草根的去发动这个游行 走上街头 然后才有办法去跟立法院的 就是珠公们来沟通 或是说进到行政机关的讨论里头 才会变成决策 然后但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 这我同事做的就是非常精美的投影片 我通常是不太会做投影片的人 就是当时的那个整个地景大概是长这样 大家会看到非常多的街头运动 非常多的公民团体需要走上街 但是这个就是游说的方式 其实在2017年之后 就是这近八年来 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转变 大家会看到说 这个至少我自己19年开始做NGO工作之后 感受到的这个游说的角力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发生在这些 常态的文官行政官僚的沟通里头 我们更有机会在这个法案推出来之前 就已经比如说行政院在讨论科技侦查法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被邀请 不管是律师公会还是民间团体的立场 去讨论这些草案 或是像刚刚英修有特别提到说 在家暴防治法也修法过后 其实现在的整个讨论就是性私民相保障的 这个图像里头 那个拼图有被拼起来 那家暴法在修的时候 其实卫福部就已经找副园会这些团体去开会了 就是说我们想象中最古典 可能还停留在十年前的游说模式 可能是就是比较对抗性的 然后草根就是跟街头的 可是实际上这五六年来 确实非常少社会运动在街头发生 但是公民团体有没有在做事情 就是我们开始运用其他的文官体系来进入更前端的游说 那才会 因为立法院也乱成一团 所以可以在前面这些行政官僚很认真愿意讨论 而且通常是比较常态的在耕耘某一个议题 其实是比较有沟通的效果的 那我们在这个性私密影像的这一波的修法中 也确实有运用这个情况 就是说前面的机关研修会议 在公民团体希望 尤其是妇女团体希望可以修这个专法 但是破局之后 他们希望用 开始就是行政院就说 我们现在就是定调要用司法联防 那那个时候就是开始 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 至少要把这司法联防的联防做得好一点这样子 那机关研修的意见往后之后 就才会进到大家想象中 就是电视上那种委员会的审查 委员会的审查结束之后 党团协商才会有二三读的这个流程 所以就是电视上看到的 其实都已经是蛮后端的一个沟通 那以司法联防的修法历程来说 确实前端的专业论述跟资讯提供 非常仰赖妇女团体前面的累积 那我们透过这个像音修这样子 跟我们等于五个脉络 让我们知道说前面其实有哪些争点 需要被注意之后 尤其在这一波主打的争点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司改会的官网 你大家司法联防 可能就会查得到 就是我们当时的说帖 其实非常集中在一个争点 就是以信私密 向去恐吓犯罪 到底要立一个专门的 就是条文来做这个处罚 还是像法务部所说的 要用一般的恐吓罪就好 那如果是用一般恐吓罪的话 法务部当时的立场也是说 我们可以就是让 使用信私密影像来做恐吓的这个 特别比如说用这个准用 性侵害防治法那些相关保护措施 所以保护的部分可以准用 可是我条文的部分刑法我不要动 因为我刑法就是保护不同的法义 虽然这个在跟资女团体公共过程中 应该就是不是法律人都觉得非常困惑 就是为什么是从这个法医开始讨论这样子 然后这个法医不一样又怎么了呢 就是我就是要保护到这些人 但是法务部当时的这个立场 就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 因为司改会也是非常多律师组成的 所以我们会内也是从法医开始讨论的 所以就是要支持这个复团的立场 说开始出一个说帖 一起去推这个就是信息敏向专门的这个恐吓罪 当时其实是会内有一些些讨论 那但因为时势所趋嘛 当时确实是非常多人关心这个题目 那大家其实 司改会也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团体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要帮得上忙才行 那如果帮不上忙 如果你有修没修 其实都有条文可以处理的 但是如果你就是法务部说 你用准用性性爱防治法就可以保护到这些被害人 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当时我们出的很多个说帖里头 试图想要做的一些讨论 那就是确实中间就是开始用记者会的方式 我们有去拜会立委 然后拜会完之后 就是比较友好的立委 就会跟我们一起 比如说召开记者会 那召开记者会后呢 通常就是行政机关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在行政体系里头的行政官僚 其实也会很有意愿解决问题的 我们去了行政院 去了卫福部 去了法务部 就是开始做这些沟通 那当然法务部比较不常直接沟通 可能是要有一个政委 召开一个有点像协调会 然后针对条文来做协调 那最后才是把握立法的临门一角 就是说持续的一直跟追 就是在你去拜会完之后的情况 那我当然有放了一些当时的这些小的照片影片 对 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世界会在中间参与的这个功 就是在游说的过程中 非常绵密的提供说 你现在想要这样子修 那条文可以怎么改 那大家对于这个条文可能还会产生什么问题 往下来讨论这样 那但同时你可以看到 我们也有开始做网路上面的倡议 就是中间有一度是召开公厅会 因为我们去游说立委 其实有几个结果 第一个是说他愿意帮你开公厅会 然后可能他找召委 就是帮你去找召委 然后一起开公厅会 或是说他可能会帮你提案 这是另外一个 或是说他可能会跟你一起开记者会 这个是拜会立委有可能的几个结局 那当时呢 姓氏名影像确实是有召开公厅会的 那公厅会上面 各团各党团讲了什么话 各立委讲了什么话 我们也都有直接把它摘要出来 然后变成在网路上面 跟大家update说 今天的讨论到什么地方 那各个各个政党 其实都支持我们刚刚的民团的主张这样子 对那在上公厅会之前 其实公厅会的现场 这些委员的发言 也是公民团体运作的重点 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有人是来听方法论的话 就是说在确认某一个党团可以协助我们开公厅会之后 确定这个公厅会的出席人员 然后针对这些出席人员进行游说 提供他资料 不管他要不要听 就给他一份民团的立场 不管是说帖还是工坊 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公厅会前有做的事情 那公厅会后就是去整理哪些人就是真的确实采纳了我们某一些想法 然后在现场讲出来这样子 这个是整个游说过程中比较细节的部分 那记者会是蛮常见的 然后右手边这个就是公厅会的照片 然后右下角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看公厅会的照片 然后最后呢就是在走到立法的通过之后 其实还是有很多未尽之处 就是其实我们最后是没有成功的让我们的刑法多一个条文的 那可是我们在最后的附带决议里头 其实是有去写说希望这个法务部在游说过程中 针对我们说你没有办法针对这种以性私密影像来做恐吓的 这种犯罪好好防范的工坊 他做了两个工坊 一个是跟我们说可以就是用一般的恐吓罪就可以处理了 那第二个是说就是他也可以善用这个检察官 比如说刑诉219-1其实是有一个证据保全的一个手段 那所以我如果及时的去做扣押 那我其实也可以防范就是说他只要一说出口说他恐吓他要散播 那我可能检察官就可以很快的前期来做一些暂时的处分 那这个到底219-1会不会这样被用 或是说这个以这种恐吓的形式来就是以这种性私密影像的形式来做恐吓的犯罪类型 有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就是第一线处理 而且是有意识的处理 不要被当成一般的恐吓罪处理 这个呢我们就是有请就是立法院当时通过的时候再做一个附带决议 附带决议的内容就是他们在三年内通过三年内都还要交报告到立法院去接受咨询这样子 那我们也只能用这个方式让没有通过的条文变成是一个他们要被检视的一个行为内容 那这个大概就是以私感会参与这个修法的过程中比较游说的部分 那我其实剩下最后5分钟我比较想要在这个场合尤其是开源的场合 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中间的一些思考 就是但我是谁 就是我是私感会的副指引长 我其实不是第一线就是做这个比如说条文修改 我是出一张嘴 然后就是我不一定是真的跟着条文 然后就是就是帮忙很多细节的人 可是我整个这样子看下来 当时呢私感会在参与进来的过程中有两个思考 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一起讨论或是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说的就是说 虽然这个时代大家很直观的就会觉得 我们就是要帮忙这种性私命影像被外流的情况被解决 但是谁来解决这件事情在每个团体里头不一定是有共识的 私感会愿意做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 一方面我们很需要妇女团体的帮忙 我们要有非常多的实证资料去证明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然后说服我们的参与者这些过往 可能参与刑事被告人权保护比较多的参与者说 我们需要把那个线画过来一点点 这是第一个在沟通上我们其实实际上确实有遇到 那另外一个很直接有的有遇到的状况就是说 当我们在沟通过程中虽然可能立场一样 可是其实大家有可能想法那个脉络跟他报纸的理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修那个性侵害防治法 它其中一个条文是说 这个业者必须保留180天的这个资料 以供警察来做犯罪的侦查 那这个对业者来讲其实是一个他的营业成本 可是对有些重视科技侦查的被告权利的人而言 他这个可能是一个就他的隐私 或是他的就是权利怎么样子 就是防范国家过度侵犯的一个议题 但其实大家最后结论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180天这么久 可是付团这边的立场就是 你基于要保护被害人 所以你如果时间太短的话 那警察如果没有就是办法 透过业者这边取得资讯 那会可能没有办法帮他最后 侦破这个案件 那当时我们去游说的时候 就有被立法院的这个立委酸我们说 你们不是人权团体 那你们怎么跟人权团体讲 其他人权团体讲的不一样 是该会怎么站在那一边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我们自己 我虽然自己有放这个问题 说如何区别为人所用的利弊 就是我当然知道我们也是在为妇女团体 被性别团体所用 或是我们是在被业者所用 我们卡在中间我们不能被 我们自己决定的立场就是 踩好之后 其实当然就是有可能会距离其他团体近一点 或是距离可能其他议题帮助我们 多一点的团体远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科技真正的码法 确实非常仰赖业者在其中技术的一些协助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一些沟通 那这个沟通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每一个社群也许都有遇到 但是还蛮需要透过很多耐心 就是说把各个利益团体的想法沟通清楚 但是组织要有自己决策的一个核心的逻辑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个数位治理的就是这个标题 就是虽然我们在投稿这个标题的时候 没有非常的严谨的讨论 我们先赶快投了之后再赶快揪人 但是我自己在想要讲什么的时候 我自己最大的思考就是 我其实不是只有律师这个身份 我其实是社工所毕业的 那社会工作永恒的古典的命题 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保护跟控制 或是我叫国家多做一点事情 不要变成是一个控制这样子 就是那个控制跟治理的陷永远都在拿捏 我们当然希望多保护一点人民 可是你国家太大 国家保护太多东西管太多的时候 其实反面来说就是 也有可能它是可能影响人民太多的 那这个大政府跟小政府的这个就是想象 以思改惠人来说 我觉得跟开源社群比起来 我们可能是更相信政府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天到晚都政府要做这个 政府要做那个 什么都是政府的工作这样子 对但是 以思改会这样是 跟开源社群不一样这个地方来出发来谈的话 我会觉得 如果要说不让这个数位治理变成控制的前提的话 我会觉得 我们前面的这些学习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大家在谈 不管是 不管是业者也好 或是妇女团体 或是思改团体好了 大家在谈论的权力其实我觉得很分散 然后大家对于内容的想象 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 就是我们现在回头 思改会自己觉得 可以在这个谈论 这些不同的权力冲突的过程中 有一个好的定谋的方向 前提一定是 我们对于数位时代下面的基本权力 已经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所以其实我们是回头开始正在写数位基本法 我们希望可以标明台湾在这个数位发展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侵害业者 你可能会侵害就是耳少的权力 你也可能会侵害性别平等 就是在这些权力里头 到底还有哪些权力是 可能在讨论的时候没有被highlight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开始读国外的文献之后 就发现说不要让这个大型的企业垄断的权力 是不是人民在数位时代下的权力呢 比如说META大到不能倒 那它难道不是跟政府一样需要被防范的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 比如说加密的权力 不被监控的权力 这些权力到底有没有在我们讨论 基本权冲突的时候充分的被list下来 这个我会觉得至少以我们过去的 很零星从2020 然后不小心要参战科技侦察法 不小心要参战数位性暴力 的这个历程一直走到2024 其实思改会自己内部的反省 就是我们要站得稳立场 我们要能够面对妇女团体的游说 或是面对科技社群 或是来自业者的游说 我们要站得住立场 思改会得先讲清楚 到底我们所认识的基本权力是什么 我们才有办法清楚地去课与国家 在面对基本权冲突的时候 他必须配备怎么样子的判断的一个工具 对就是讲白话一点 就是我不觉得我们的司法系统 今天如果有一个所谓侵害的 这个案件进到宪法法庭 他对于这个基本权冲突 他已经可以认识到所有 真正的重要的基本权 他可能只能使用我们传统宪法里头 大家比较常听过的 什么言论自由隐私权这些 可是数位时代下的基本权 真的只有这些吗 那他的内涵跟传统基本权是一样的吗 这个其实是 司法会接下来可能会花蛮多力气 想要投入跟 形成一种由下而上的共识的 因为这个跟不同社群讨论 都会有不同的共识 对那就是 这是我们的一些思考 然后也觉得在这个开源的社群 特别适合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对这个是我这边 对所以我就有个小的结语 就是清晰的权力清单才能面对基本权的冲突 对这个是最后我的结语 那我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那其他更实务上面到底政府是如何的去操作的 操作这一套新的法规 所以我也很期待等下郁君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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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这里是信影像处理中心 那我想说在介绍我们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信影像处理中心是什么 其实信影像处理中心 跟爱问网路内容防护机构是一样的 它并不是一个财团法人 社团法人或是一个任何有具法人格的一个组织或是单位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政府的一个就是计划 就委外的一个计划 那大家常常都会把爱问还有信影像处理中心 有时候会混在一起喔 所以我这里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 爱问网路内容防护机构呢 基本上它是依据儿少全法四六条这里成立的 一共是由六个部会出资 包含了就是通传会 然后卫福部 教育部文化部 内政部警政署 还有数位部 六个部会出资成立 但信影像处理中心呢 它是由卫福部独资成立的一个就是计划 所以不管今天是爱问或信影像处理中心 大家都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其实就是一个行政助手 而且原则上他们是不具有任何公权力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开罚单 所有的通知都是属于一个事前的自律一个通知 那接下来呢 就先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议题喔 就是说刚才就是殷秋姐 然后还有刚刚副执行长都有提到 就是信影像联方司法通过之后 再加上今年还有家暴法通过 就4加1法通过之后 实际是怎么执行的 那会有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 其实在整个实际执行上面呢 从去年8月15号 开始信影像处理中心这个计划正式成立 那其实在这个计划成立之前呢 其实是有 由爱问网路内容防护机构 跟一个事办计划来协助这些 不管先是未成年或成年人 他们信影像外流的部分喔 那为什么会是一开始 并没有信影像处理中心 而是透过就是爱问 还有一个事办计划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爱问是从107年开始陆续收到 就是儿少信影像相关外流的就是案件 那时候其实爱问他就是直接 就是依照儿少存法 然后来做相对应的一个处理 但是我们很有趣的是从109年 因为我刚才听英秋姐讲 他们是从104年就开始收到 成人暴富性色情 就是这种信影像外流 但其实以爱问来讲是109年的时候才收到 其实我们在收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是这是我们可以处理的范围吗 因为如果假设他今天是属于散布 尾线物品罪它就是属于刑法 刑法应该交由警方这里来做处理 可是问题是这些被害人 就像就是复原则的刚才提到的 他们其实是会恐惧的 他们不太想要去报警 他们只希望他们的影像 可以被移除下架 那回到爱问来讲说 那这是我们可以处理的吗 那如果今天我们来处理的话 原则上我们只能依照儿少权法来做处理 后来内部讨论完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都可以帮儿少处理了 其实帮成人其实是同一条流程 只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 还是协助了这些成年人来做处理 但到110年的时候 整个案件量它是成指数型的增长 它不是倍数型 它是指数型的一个增长 所以其实吃掉爱问非常多的 就是量能和处理资源 所以卫福部就成立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示范计划 来协助成年人处理这类型的案件 一直到我们的去年 就是正式成立了性影像处理中心 那性影像处理中心 现在就是不管监视 未成年或成年人 都一律所有的 就是只要有性影像 或被性勒索 你影像还没有被外流 没有关系 人就可以来找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以下几个服务 这几个服务呢 当然就包含了 我们提供法律上面的咨询 证据的保留 然后还有就是报警的教学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下架移除的机制 在这个部分下架移除的机制这个地方呢 等一下后面会详细告诉大家 我们是怎么通知他们的 然后以及就是大型平台的一些防御机制 因为诚如刚才英雄姐提到的 其实你影像被外流了 就算今天被移除了 他还是仍旧因为看过的人 还是有可能他会受到很多的就是民众 就是一般吃瓜群众的骚扰 所以我们会教他们怎么提高 他们的就是社群隐私 还有做一些设定 让这些陌生人不要再来骚扰他们 有助于他们可以快速回到他们的生活 最后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的团队其实并不具有智商功能 所以卫福部有给我们一个list 如果假设被害人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可以帮他们转接到这些免费的资源 来做就是对应的一个服务 在整个性影像司法通过之后呢 其实台湾就是在网路治理上 我自己认为在网路治理上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越境 因为过往呢 其实必须说在整个网路内容管理里面 其实除了儿少全法四六条以外 还有包含农委会的一个就是 动物疾病管理防治条例里面 有针对网路内容这个部分 有就是很明确的明文写出来 相对于你的处罚之外 其实其他的法令里面都是没有的 但这次性影像司法通过之后呢 我们现在台湾在将我们 在整个网路内容上面的一个处理上面 再增加就是更多的一个权力 而且他今天将这个权限 我们的管理应该是我们的管辖权 已经拉到了我们的 就是拉到了我们的境外 就是只要今天我们国人的影像 有出现在 不管今天是境内境外 平台业者上 我们都一定要针对那个平台做点什么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次就是修法司法通过之后 他又拿几个就是突破 第一个突破当然他就是明定 很明确的明定业者我已经通知你 那你就必须要去做移除屏蔽或下架的动作 然后再来呢 刚才就是副指寄长这里有提到的 就必须要保留相对应的资料180天 但必须说这里的犯罪资料 其实就我们了解现在多数平台业者这里保留的 还是在平台内的注册相关资料 没有包含那一个犯罪页面 犯罪页面我们目前大部分都是请就是被害人 或是警方这里来做就是来做一个保留的动作 犯罪页面这个就是一般人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 这个我们请就是被害人还是警方来做 但个人资料这些部分 比如说是谁注册 他log in log out的那些时间戳 然后这些他当初登入的IP位置 这些会由业者这里来保留就是180天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台湾这里的法律明确规定 如果你不遵循的话 最后可以做到限制接取 这里限制接取 目前的做法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DNSRPZ 我们就是直接做所谓的停止解析的动作 这也是最常使用的 第二个是近期有一个新的案子 就是很巧的是有一个平台 他刚好他的网誉 DOMEN是在台湾TJWNIC这里申请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撤销他的网誉申请 就让大家找不到 目前都还没有走到所IP这个路 就还没有走到这条路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们刚刚还有提到 所有台湾的行政处分 你要发出去要有效力 可是很多都是属于境外平台 他就不落地在台湾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让我们的行政处分有效力 所以他们在而少性剥削 防治条例的施行细则 还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施行细则里面 都去订定了电子文件送达的一个方法 那让我们台湾这里就是 台湾的民众今天在发 不是台湾民众 台湾的政府 特别是县市政府这里 在发行政处分的时候 可以透过E-mail或电子表单 让这一个就是行政处分 它是具有法定效力而且可以生效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是法修通过之后 那时候大家就是主管机关会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真的有把握可以找到这些所有的业者吗 你们有办法可以跟这些就是问我们中心 有没有办法可以跟这些平台业者 建立一个可被通知然后有效的管道吗 那事实上呢是原则上我们都可以 特别是只要是这种大型的平台你找得到的 他中他生育的平台的话都会有建立 像我这里举出来的包含了Google Meta Tiktok Live还有Microsoft 这些当然还包含Yahoo 这些大型的平台业者 其实我们都会跟他们去建立一个 法律可以通知的就是一个管道 那当然这些大型平台呢它为了要区分 我刚才一开始最早有跟大家提到 性影像处理中心是不具法律的就是公权令嘛 我们没有办法开那个罚单 我们不具有行政处分这个权利 所以他们为了要区分性影像处理中心通知平台 跟具有法律权利可以通知就是他们这些平台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两个不同的管道 也就是性影像处理中心这里通知给这些平台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们一个管道 县市政府要发正式的行政处分的时候 他们会用另外一个管道 而且这里面所有几个这几个大平台 基本上他们用的方式都非常不一样 举于来讲比如说像Meta和Google 他们都会建立一套就是系统 Google这部分是一个电子表单 Meta这里呢是一个系统 那它会让不同的就是权利人可以为了性影像这件事情 登入之后 然后把相对应的资料然后就是上传上去这样子 那像E-Lite还有Microsoft 他们呢提供的是特殊的一个就是Mail管道 那当然是你必须要是白名单的人 你才有办法把这封信就是建进去 就是发进去这样子 那T-TALK这个部分一开始他们是用Mail 但后来最近也是建了一套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各个不同的平台 他要跟政府机关 还有跟我们这些单位要建立这些绿色通道的时候 其实他们使用的方法也都不一样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管道要建立成功 最重要是你不能强势 所有里面他们需要的资料 我们忠心尽可能的配合提供给他们 而不是跟他们讲说我只给你一个URL 你就处理掉 不会的 当然今天这几个平台 他们所要求的资料 其实都非常的不一样 但我们忠心这里就是尽可能的 会把这些资料就是准备齐全 然后来通知这些平台 而我们在通知他们之后 依照这个管道来通知的时候 其实效果是好的 好 我这里后面还有一个三个点点点 这三个点点是什么 因为99.9%的影像 全部都是散布在境外平台 所以其实除了这些大型平台 也有很多是属于中小型的色情论坛 色情平台 或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一些 就是网站 那这些网站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确实 他们并没有像大型平台那么有资源 他们也不愿意就是浮上台面 然后跟我们建立一个明确的管道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想办法去找 他们这里可以找得到的E-mail的方式 如果真的找不到 我们就从 我们就是从那一个 就是查网域的那一个地方 尽可能去找到 当初是谁去注册这一个网站的 他可能会有一个E-mail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来做 就是对应的通知 那我们都会把我们所有的 就是联系方法 那我们通知完之后 我们就会转给全责单位 全责单位会依循我们当初 怎么通知的那个路径 再通知一次给平台业者 那在整个移除下架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其实最主要现在还是 还是需要透过TDominic 一不能说要透过TDominic 应该说TDominic 其实他们整合了就是学术单位 因为学术单位 因为解析业者有很多 那学术有学术网络 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就是解析单位 所以透过学术单位 ISP业者还有公司行号 TDominic把它们通通都整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有一套系统可以做运作 那现在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只发给TDominic的话 TDominic没有办法代表这三个 就是这三类型的就是单位 来去接受这个行政处分 然后来做停止解析 所以TDominic现在正在积极的跟这几个单位 就是因为汪不浪当加起来有六十多个单位 那你不太可能政府单位每次在做停止解析的时候 都发六十几份公文出去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正在取得对应的授权 期待未来 今天政府相对应的单位 就是可以只要发给TDominic 然后就可以做停止解析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也先跟大家说一下 在就是那个黄姓艺人案件里面 虽然有被封网 然后数位部说只要发文给数位部 然后他们就会做处理 但事实上发给数位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原因是因为TDominic 数位部只是有出资 然后就是支持TDominic 但事实上呢整个运作都还是在TDominic上面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 我们是期待可以透过TDominic 这整套的运作系统 然后快速的可以做停止解析的一个动作 好 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整个就是通知处理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以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会分两个就是简报来说 第一个如果他今天是属于告诉乃论 就是本人必须要自己站出来说 我主张这个东西是有就是是违法的 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一律都需要本人出来 或是本人的授权人出来 举例来讲刑法的319-1 属于偷拍的 还有319-3非自愿性散布的这类型 所以如果今天是属于319-1 或319-3的部分的话 他必须要当事人或相关人出来 那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有明确散布跟善未被散布 如果他影像已经被散布的时候呢 我们吸引像中心这里 会立即赶快通知平台业者 这里来做一个移除下架的一个动作 但因为我们没有法律的权利 所以我们也会同步通知 设政单位来做执行 是设政单位会是谁呢 不是中央喔 现在的法令规定会是由县市单位 就是县市的社会局 来开这个行政处分 所以县市社会局 他们今天开出行政处分之后呢 一旦这个email 或是透过这个电子表单 送到平台业者那边 之后起算72小时内 平台业者这里必须要把 就是那个影像移除 如果假设没有移除的话 那就意味着 那就意味着 他们今天可能会违法 那违法的效果是6到60万 那再来呢 就是限制接取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流程 那这当然 我不曉得各位觉得快或不快 但显然我们的立委 立法委员们都觉得这段流程太久了 他们觉得一开始就是 如果我通知你移除下架 你没有移除下架 我就可以直接做限制接取 但在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对于这件事情 是比较担忧的 原因是什么 就是原因 这一次谈的那一个平台 它确实整个网站都是违法的 但倘若今天那一个网站不是都是违法的 它可能只是某一个论坛 一个小论坛 然后网 版主只有一个人 然后他漏了那封信的话 他这个网站被关掉 其实等一下会举一个例子 那他就会造成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就是影响 好 那我们今天除了就是 县市直接追认 接下来就是告诉他们要限制接取 要告诉他们要移除下架之后呢 我们还会协助被害人参加所谓的防御计划 那这个防御计划的话是 如果你的影像还没有散布到某一些大型平台的时候呢 那就是参加这个计划 可以让你的影像 避免被散布到这些大型计划 然后再来就是转 如果被害人有需要 就帮他转警设证的资源 如果影像没有被散布 就是他说我没有被散布 就是对方在威胁我即将要散布 或是可能会散布的话 我们就是一样教他怎么参与防御计划 然后转警设证资源 那如果今天这个检举是非关系人 不是被害人本人来的话 那我们一律都转由 爱问网路内容防护机构来做处理 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信影像中心不直接处理 最主要有一个原因 一方面是这案件它是属于告诉乃润 本人必须要出来 二方面是 我们当初在爱问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遇过就是被利用的状态 也就是有人去告诉这一个就是被害人说 我可以去帮你移除下架 利用我们将影片移除下架 取得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结果这一个就是这个中间人 事实上它是另一个加害者 他取得信任之后 他就再去回头 跟这一个就是被害人说 你看我帮你把它处理掉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回馈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然后再让我们被害人进入到二次受骗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不是大家单纯的想象说 我们要快速的帮被害人处理掉一切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一件觉得好的事情的时候 反而它是会被利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刚才提到的是属于就是告诉乃论类型的 那如果是非告诉乃论类型的话 主要就会是耳少性博学 以及就是性侵害犯罪 如果就是在性侵的过程当中 然后它今天就是被拍摄下来的影像 还有刑法的319-2 强迫拍摄跟319-4 D-Fact 这个就不需要本人来 任何人都可以来跟我们检举 检举一样如果有明确散布 我们就是通知平台业者 转设证这里通知平台业者 那通知的部分的话他们就是 因为法律规定 这类型的案件会比较急迫 所以通知 通知 就是通知送达之后 就是生肖之后 是24小时内要移除下架 没有移除下架 一样是6到60万 然后如果还是不听的话 就是先直接去 大概会是整体的运作方法是这样 未被散布的部分的话 我们一样就是教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防御计划 那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比较旧一点的数据 那个数据会是我们去年8月15号信影像中心 到12月底的一个数据 其实大概我们8月12到 就是8月到12月的话 就是1724件 有性影像的是426件 那426件里面的网址大概有968个 那被害人的话是236个 成人的话是204人 然后未成年是32人 我们整体的处理成功率 就是把影像下架的成功率是80% 那当然到今年的数据有再往上一点 今年的数据大概是86%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平台里面 其实可以100%通知移除的 主要是以云端空间还有短网址为主 那社群平台的话照理说 我们期待应该要到100% 因为大部分都是大型社群平台 但很可惜哦 就是在Twitter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的处理成功率并没有到那么高 因为他们现在新的老板 对于网路安全的一个意识 还有就是投入少很多这样子 那再来比较低的就可以看到是通讯软体 通讯软体的部分 LINE的部分我们仍就可以解决 它是冻结帐号的方法 比较没有办法解决的部分的话 会是Teregram的部分 那这是男女比哦 我们的男女比其实跟就是 音修姐这会比较不一样 而且到今年的时候 男生大概是占55% 这是因为整个就是案件的被害方式 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 除了有我们一开始想象当中的 亲密关系上面之间的暴富和仇事之外 现在更多的会是属于诈骗诱骗的部分 男性在今年可以冲到55% 很多的原因是来自于视讯裸聊 这一个就是诈骗类型 所以让整个男性的被害比例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但仍旧还是像音修姐讲的 当男性的影像被散布出去 跟女性的影像被散布出去的时候 女性的影像被散布出去的那一个受伤 还有影响的那一个程度 还是会相较于男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这整个报警率的话 大概接近六成左右 这是我们就是 我这里只有截到二月啦 这二月初而已 这是目前曾经有被发文 就是被发文然后限制接取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平台 那这整个发文限制接取的这个平台里面呢 我刚刚提到的影响比较深的是PPT.CC PPT.CC它本身除了是一个缩短网址服务以外 它其实也有提供就是一些网誉 然后主机可以让大家可以在上面自驾网站 那当时其实这个版主它也本来就是都一直很配合 可是它确实就漏了一封信 所以导致整个网站它就是被停止解析了 那它的影响有多大呢 它在停止解析当天 我们必须说T.WNK其实还蛮好的是 它在停止解析它会很明确告诉你说 它们是收到哪一个单位 所以当初是桃园嘛 它们就写桃园社会局依据哪一个法条 所以停止解析 所以会有非常大量的民众 就是写信去到桃园社会局或打电话 然后去问他们问我封这个网 其实桃园社会局之前没有想过 就是民间的反应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非常的慌张 来问我们说那该怎么办 后来运气很好 我们联系上了PPT.CC的这个 就是站长这个版主 然后赶快把那内容就是处理掉之后 然后就很顺利的有把它解封 但有一些其实都是完全没有解封的 那在番号哥这个部分的话 是第一件 就直接被TWNIC这里就是驳回的原因 照理说TWNIC不应该驳回的 他们也不能驳回 因为这是依法要求他们停止解析 但还好他们有驳回 原因是因为他们今天在驳回的时候 是告诉他们讲说他们已经看不到 就是县市政府通知他们应该要封网的 哪一个网页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那个影像其实已经被移除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当初被驳回之后 县市政府跟TWNIC也做了一个讨论 就是TWNIC还是劝县市政府说 你今天在下封网这个命令的时候 还请考虑就是比例原则这件事情 好 那在最后最后的部分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个 我们目前可以做到的防御机制 这两个防御机制呢 其实特别是STOP NCII这个计划 它其实技术是来自于META 那META这里呢 他们提供了一个就是将图片变成hash值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当然这个技术并不是独创的 因为那个微软的photoDNA 也是同样的一个方法 那它转成hash值这个部分 然后就会放到一个资料库里面 那有跟这个资料库串接的平台业者们呢 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库 再去扫自己平台里面 有没有对应的就是图片 或是未来如果有人要上传上去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把它挡下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META他为了要让这一项技术可以被更多的人使用 所以他知道他放在他自己平台 别的平台是不会愿意跟他串的 所以他把这一个技术呢 他就把它授权给英国的一个热线 所以现在是由一个英国的热线来做一个就是经营 在这个部分如果假如要参加这项计划的话 被害人必须要拥有当初的那个影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会告诉所有的被害人说 请你不要删任何东西 因为这些影像都是我们可以帮他放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那再来另外一个他为了让被害人可以放心 以前是要上传到就是一个一定的空间里面 然后再转成hash值 那他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透过自己的手机 还有透过自己的设备 就可以转成hash值 所以他要上传的只有hash值 然后就在那个资料库里面只会有hash值 那相对应的就是联方的平台大概就会是这些 包含了Facebook、Instagram、Ttalk、OnlyFans 还有PonHub 这是台湾比较常见的 这有一个好处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肌肉 就只有这几个大型平台 但对被害人来讲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至少台湾常使用的一些大型平台 不会立即被上传上这些性影像 对被害人的生活的冲击相较之下 会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很多被害人加入以后 他当天晚上睡的会比较好 那成年人的资料库跟未成年的资料库 其实应该是要分开的 因为他保护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在未成年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儿肖性剥削里面 第八条的第三项里面 其实是有特别提到 卫福部这里为由 就是展翅这里 那他们使用的是微软photoDNA的系统 然后跟美国的Nemex这里做一个合作 所以呢 其实大概的流程都会是一样的 只是如果今天是儿少年以下 还没有被散布想要参加防御计划的话 就要去找展翅 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防御计划 在这里我知道台湾很多人都正在讨论说 那台湾应不应该有自己的资料库 我们自己的中心这里的想法会是这样 如果今天是被害人比对资料库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需要 这样子可以让这些被害人不用疲于奔命在就是 台湾各县市只要有一个地方查货 他就要去那边做笔录 但如果说今天提到像这样的联防机制的话 我们会更倾向于参加国际的 因为以台湾的资本来讲 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本钱去告诉这些大型平台说 你要来跟我们穿资料库 所以如果今天单纯的防御计划 我们更倾向是多参与国际这些相关的就是活动 然后呢可以去让更多的平台 就是一起结合然后来处理这些防御计划 那我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在slido上面的提问 然后我们的讲者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稍微耽误一点时间 那就让我们的三位讲者来看一下slido上面的问题 那我是建议可以用大家按赞的数量来排列 那或者是你们如果有自己很想要回答或喜欢的问题 也非常欢迎我们剩下大概9分钟 所以大家把握时间 好 你们要这个麦克风还是要在上面都可以 麦克风开着 我先回复我可以回复的部分 其实创意师房的telgram 在我们服务被害人的团体而言 我们会希望封的telgram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多数的被害人 成人跟未成人 几乎都散布在这个网站上 而且拿不下来 那拿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这些问题 人家有育军来做一些回答 那而且不只散布在上面 还有包含被贩卖 也有在里面 那很多会员制的 所以 譬如说我们很多在做一些讨论 或是对外一些演讲或是上媒体 我们绝对不会讲到telgram 因为会帮忙宣传 所以 各位听的 各位不要因为这样说 听说telgram不会怎样怎样 所以就很多时候去那边找 其实是很不好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也会跟被害人说 有没有朋友可以在telgram去 如果有人散布 会跟他说这是非法的 这是造成被害人大的伤害 那请他们能够撤回去 所以下架 这一块是就是会期待 公民教育可以更积极的部分 那我觉得是telgram 他怎么去因应国际上 这个 那个 性影像的问题 除了telgram 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马克思X 也是 怎样去回应 是重要的 这部分 就是 回应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 在怎样 在当事人合意拍摄影像下 防治性影像是被非法散布 民间团体 像我们现在到处去做社区到学校 甚至希望下到国小 幼儿园跟家庭去做宣传 要建立一个数位身体隐私 整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甚至 今天进入学校里面 我甚至会跟学生说 通常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偷拍是什么发生的 然后 对方怎么诱骗你取的这个性影像的部分 会告诉他们 为什么告诉他们 进入去告诉他们 怎么去做一些辨识以外 怎么去做一些回应 今天如果 你一个亲密伴侣告诉你说 如果我不拍摄 你就不爱我 你要怎么回 如果你不拍摄 我就印不起来 那请问 你要怎么回 那还有部分是说 如果你不给我不拍摄 我就要告诉你的谁 因为你之前有提供给我过 这样子怎么去回复 这些要怎么去做 一些比较好的教育 是更需要去做一些教育的部分 那当然是说 如果拍摄以后 会比较建议你要记录下来 那甚至有 我们有时候会取得是说 在分手之前 你是不是可以要求 对方都把它删除掉 或者是确保删除掉 如果可以取得所谓的 切结书或统一书是更好 为什么 因为可以证明这个性影像 只有你跟我有 或是只有你有 那怎么处理 那样部分 不要不建议说 马上删除的部分 如果一旦被散布的话 就可以上那个 就刚刚讲那个防护网面 去做一些事先的拦截 这是可以使用的 那 那当然是 能不要拍就不要拍了 那 可是这个是性自主权的情况之下 那像我们之前在对外宣传 或是检察官对外宣传 各位只要听到是说 我 如果拍摄 我绝对不会外传 不会传给别人 这个话通比较相信 我们发现只要讲这句话 几乎都会被外传 都会去传 那另外部分 有些更夸张 会说你不信任我 那用你的手机来拍 那你总放心了吧 告诉你 一样没多久被上传 那对方可不可以查得到 查不到 因为检察官就问你 手机 相片 什么都在你的手机上 你怎么证明 是你 对方 把你外传出去的 好 这在宿传会更大的困难 就会影响到 那怎么一下 那么多 好 那还有刚刚讲的部分是 要不要签合同 看个人 看个人 可是 建议 如果情侶关系的话 最好是在分手之前 把性影像都处理干净 那个干净 曾经有要导入 那个国外的一些法令是说 如果双方在 情侶关系当中 或情侶关系当中 拍摄任何性影像 是不是可以要求 他把性影像都处理干净 这一块一直没有办法立法通过 下一点 下一点 没有下一点 有 他只会出现 GX36 比较多让 好 那你要先讲这个吗 那要是 你最后 我先把这些按掉 在有关Tiktok的部分 不是Tiktok 就是有关Tiktok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 因为我本身我并不是资讯人 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有跟Tiktok这里讨论过 其实Tiktok要封其实还是可以的 然后它只是不只有一个网语 它其实有很多个网语 但是 其实在封之前 我们也有跟就是要封的时候 其实也有跟就是长官这里讨论过 因为Telegram这件事情是你一旦封上去 Telegram它其实除了我们的就是社群功能 一对一的就是 就是对话服务 它还有提供E-mail服务 所以如果 我们今天如果全部的就是网语全封的话 很有可能连E-mail的这个服务 其实也都会被就是封住 当然这个封住是指台湾的IP 没有办法去就是 连接到这一个部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有没有相对应的法令 不管今天是LINE或是Telegram 其实现在的政府都还是依照 就是儿少权法第八条 以及性侵害犯罪法十三条 这样子的一个法令 然后来去做一视同仁的处理 它不管今天是属于通讯平台业者 还是属于一般的 我们大家想像中的社群平台业者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法令呢 它就还是依照就是 就是当初如果要封Meta 要封Twitter是怎么封的那个法令 它就是依照同样的法令来封 那只是因为像Telegram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平台 不能说平台 这样的一间公司它这个服务呢 其实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单位 所以目前长官并不就是有冷静下来 并不会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会先做一个就是 停止解析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可能还是更倾向回到最原本 被立法院一直抨击的 就是怎么那么慢的那条路 我们还是会找到对应的这个就是群主 然后去通知Telegram 这里来做移除 如果Telegram不移除 罚6到60万 仍旧还不处理的话 才会再评估就是对应的比例原则 是否要封下Telegram 但以封这种大型平台来讲的话 不会是永封 应该原则上会是一开始 就先封一段时间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可以逼出平台业者 然后来跟政府这里 就是来做一个对话 来看看说 我们可以怎么讨论这件事情 那当然如果今天这个平台业者 觉得台湾就是一个小市场 他没有想要理我们的话 那可能就只能这样 所以在整个封网的过程当中 大概会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 那一个鸽子是 你们指的是Telegram 还是PG Talk 还是指Twitter 应该是有反凤 抱歉 他应该是在反凤说 所有的都 所有的 好 我必须说 其实站在我们自己 站在我们自己单位的立场 还有我个人的立场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 绝对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因为最后我们就会变成像 对岸一样 那就算变成对岸一样 这些性影像就会不被外流吗 然后被害人他就不被受伤害吗 答案绝对会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绕过 怎样绕过这条封锁线 而且我们要绕过这条封锁线 其实比对岸更加容易 其实对被害人最大的伤害 不在于影像有被外流 被害人最大的伤害是 我们这个社会对被害人的评价 如果假设这个社会 对被害人的影像被散布出去 其实是抱持着友善的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被害人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这也为什么在台湾这个地方 为什么女性受到的影像 会高过于男性 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很希望可以做到的 而不是不断地去扑杀在网络上面 这些所有的性影像 那是杀不完了 我想在座次开原社群 应该会比我更清楚知道 这些影像会被留到哪些地方 而且根本不可能跟除 我们今天封网的方式 也绝对不会是最好的 然后跟除的一个方法 但在现行状况之下 我想很多的民众期待 在台湾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的一个状况之下 政府机关就被逼得一定得做点什么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 我们让大家看不到这些影像 那我就先针对这个部分 来做一点点回应 然后刚才有人会问到说 这些防御机制的就是 STOP NCIA这些就是 资料库 有没有可能会被就是泄露出去 其实它被泄露出去 只有hash值 并没有照片 所以只是hash值被泄露出去 它没有办法被还原回图片 那这大概就会是 目前我所知道的状况 我再补充一下 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封网是一个最不得已的手段 我觉得很大部分是要做 最根本部分还是要做教育 所有的网友的公平教育 还有性别平权的教育 这一部分才是解决根本的道理 所以你即使不断要封网 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另外我想问 讲的部分是那个 刚刚有一个人选之人的部分 人选之人的部分是 今天他要去 这是很奇妙的件事情 我们很多被害人问他 你怎么知道哪个性格被散布 各位知道吗 是谁告诉他了 很多是他男性友人 男性友人 或是他可能被威胁恐吓 被通知这一部分是一个 所以他怎么去找 找的部分是 他们会常到几个大平台 譬如说Pone Hub 或有可能在YouTube 或是插楼自拍之类的 就会有到这边去寻找 所以他会 因为他不确定 所以他通常只会上去找 除非他有关键字 有关键字 譬如我们有一些个案 他有关键字 找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 这就是可以找得到的部分 那如果像人选之人 最好他对他威胁恐吓的时候 他就要去提告 提告的时候 就申请保全证据 把他的证据扣押住 这样子吸引向 出去散布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低 这是最好的方式 那你再怎么去找 其实有时候就是 会担心对方讲不是真的 他说他没有散布 不知道 所以为了安心 他就希望能够上去找找看 所以这样子补充 那我会真的是跟各位讲 民间团体或妇女团体 不是说希望很多的一些好像 因为怎样就封住哪一个 或把他拔掉 不是这样子 这是真的不得已的一些做法 所以希望是说 可以发挥一些友善路人甲 或者是大家更有法治的教育之后 有性别平等概念之后 其实就不会这样子 事件一直在发生 有你 我刚刚本来很chill 我想说都不是问我的 结果被点名 就是最后一点点时间 来跟大家说 我其实当然有感受到 就是本质上在被告或被害人的 实质的利益上面是本质上冲突的 就是说在实质利益上面 确实你很难说 两边都想要100分的坚固 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所有的 这个诉讼程序是一样的 就是或是说 你法律在解决分争的过程中 你不是只有在面对一个 零和的实体的一个答案 其实有一些共识 会发生在对程序的共识 就是说 当双方都可以理解 或是说 有在程序中 获得他自己 就是被影响的时候解决的方式 这个程序上面的共识 我觉得不可能找不到 所以这个 现在的法律 我觉得应该算是 大家看到角力过程中 就是的一个结局 就是一个动态性的结局 就是说 我不觉得可能 会说 必然 就是不可能 达到这个冲突的共识 但是那个共识 可能不是对实体论点的 也许是对程序上怎么处理的 那目前的司法联防 也许是一个动态的共识 它暂时找到了一个各方角力 可以接受的一个平衡 但是它有可能会持续的在利益团体 各种不一样的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去做调整 这个是我目前这个时候的理解 就是它有共识 但是它是一个动态性的共识 而且很多手势 程序性的共识 多于实体性的共识 多于实体性的共识 没关系 那我们今天时间应该就差不多了 好 谢谢大家 这样谢谢 有很激烈的讨论 这是最好的 对也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谢谢大家 好 那 谢谢 Neither Thank You